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招军刀剑影 今天分享一部电影《美人鱼》 影片中的刘轩是为富商 一出场就高价拍下工人部之前的青罗湾海域 众人知道之后都来嘲笑他铁定亏死了 因为那片海域住着被保护的海豚 根本不能开发 殊不知啊 刘轩早已经拿到天海批文 只要填了海 这片区域就能带来巨大的利益 他的竞争对手兼知己若兰 拥有着最大的地产品牌 他看上了刘轩手上青海湾这个项目 想着强强联手抬高股价 狠狠地赚一波 就在俩人谈判谈到亲起来之时 人身余伪的杉杉从旁边泳池窜出来 一下被保安架住 刘轩好奇上前一看 这个奇怪的女人对着他就喊 你好帅啊 海塞给了他电话号码 让他一定要打电话给自己 原来啊 这个奇怪的女人 是生活在青罗湾的美人鱼 因为刘轩的填海计划 投放了声纳发射器在海里 海里的生物很多都被搞死了 无奈之下 祖里想着让貌美的珊珊去色诱刘轩 进而杀掉刘轩 阻止他填海的计划 为死去的同类报仇 虽然若兰和刘轩一起合作 关系暧昧不清 其实打心底看不起他 甚至还当面讽刺他低贱 连不超过200块的鸡都吃得下 刘轩听到这话非常不爽 拿起电话打给了珊珊 将她接来了自己的身边 珊珊也因此成功接近刘轩 开启了为族人报仇之路 刘轩开始她根本不感兴趣 但为了刺激若兰 就装出非常喜欢珊珊的样子 但是在之后的相处中 她发现珊珊是个非常朴实的女孩 在她面前的自己非常放松 就这样 慢慢对她产生了好感 刘轩真的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 她以为这个女孩也喜欢自己 便准备了戒指向她求婚 珊珊原本是为了报仇才接近刘轩的 但是在接触了她以后 自己也动了心 不想杀她 在刘轩为自己套上戒指时 大骂她是傻瓜 告诉她自己是要杀她的 刘轩根本不相信 二话不说 上去就是一个吻 就在这个时候 若兰来了 珊珊慌忙逃了出去 若兰斥责刘轩和乱七八糟的女人搞在一起 撤了字和她闹掰了 刘轩吵完架就往珊珊住的地方去找她 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 她发现了珊珊美人鱼的身份 害怕想逃 但是却被其他人鱼抓住了 对她进行一番毒打 最后刘轩承诺她出去就关掉声纳发射器 就这样她被放出来了 刘轩出来之后 马上去了警察去报案 让他们出警 包围这群怪物 但是警察笑她是神经病 她身边每一个人听了都说她脑子有病 只有若兰相信她 她把美人鱼居住的地点告诉了若兰 殊不知若兰一直在研究人鱼 想要得到他们的基因 掌握最高端的生命科技 从中谋取利益 而人鱼的死活她根本不在乎 但是一直不知道他们的居所 这简直就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若兰直接带人去到他们的居所 开始大肆补杀 珊珊也没能逃脱 就在关键时候 知道若兰目的之后的刘轩醒悟了 她知道自己虽然想要赚钱 但是也做不到毫无底线的地步 在关键时候 去关掉了声纳发射器 带着一个不知名火箭喷射机 救下珊珊将她放回海中 若兰也因滥杀被赶来的警察抓走 几年之后 珊珊成为刘轩的妻子 过上了平凡人的生活 刘轩还把全部的钱 都捐给了环保机构 电影就此结束了 影片中刘轩在最后 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没有利语寻心伤害人与种族 人啊总是为了自身的发展 不择手段 对生态无尽的破坏 可是又有谁说的准 哪天报应不会到自己身上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分享就到这里了 更多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好